老爷 这个是哪里特色呀 这我还都知道 我说时间不畅 时间不畅是 你河南的 靠近河南 我是特别人的 甘肃兰州卡车司机 都会来吃的爆炒牛肉 三个人330 齐连山脉的牛羊肉都好 我们找了一家吃牛肉的 三位有位子吗 看看甘肃这菜量 跟我们东北有一拼啊 朋友们啊 老爷 特色是那个什么吧 是不是啊 牛肉 就是你手里牛肉 小牛肉就完 那来一个 加皮蛋的 贵妃牛舌 这个是哪里特色呀 这我还都不知道 我说时间不畅 时间不畅是 你河南的 靠近河南 我特别给你们 爆炒牛犊肉 两斤160 主打一个横 黄牛小牛犊 所以它肉啊 还很嫩 以前都是炒羊羔肉的 现在大家很多人喜欢吃牛肉 所以配上这个土豆粉 整个味道 酱香 油香 大致的香味特别浓 这个不算主食 试试当地人吃吧 把它盖上来 汁要多咬一点啊 贵妃牛舌48块 头一次见到皮蛋跟牛舌放在一起 牛舌5度 上面放了蒜泥 辣椒 这底下又不是牛舌了 牛肉是垫底下的 看似不搭的东西放在一起 确实还挺麻的 葱香鲜椒牛肚42块 这个比较清爽 脆韧 这个会放一点点花椒进来 辣粽带着一点麻 还有油香 看看啊 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哎呦 底下还是垫东西了啊 麻花 酸辣白菜22块 黑肉比较解腻 干锅土豆片26 你们肯定都吃过好土豆 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确实不算网络店 就是司机经过的地方 就跟大牌机最早的起源一样 如果兰州啊 肯定得踩一脚